这是一家奇葩的理发店 你必须一边吃美食一边接受它的理发 而且这是强制性的套餐 如果你不接受那么就会被扫地出门 如果你接受的话那么它会让你崩溃 但它确实有些实力 无所事事的小松来到了这家美食美容店 当然阿鲁已经在此等它好久了 理发师先端上来一盘料理 看上去还蛮不错的样子 但小松却有质疑他们的味道 大叔说他们的理发实力和料理水平是同步的 请不要质疑他的实力 挑剔的阿鲁吃下一口后发现味道确实不赖 这个时候大叔开始操作了 他先是用筷子夹一夹阿鲁的头发 马上了解到他的头发受损了 看来最近是去过一些环境严酷的地方 但是头发中蕴含的营养却非常的丰富 应该是他吃过高级食材的原因 为了给他进行修复 大叔拿出了他的梦幻桃米水 在不停地搅拌之后产生了泡沫 之后再用他那非常娴熟的手法 对阿鲁的头发进行按摩 小松看着他的一顿操作 就感觉是他在做饭时那么的专业和投入 阿鲁也是大呼太舒服了 看起来非常享受的样子 接下来再用饭勺不停地在头上摆动 让他的头发变得更加的柔顺 再用吹风机吹干就完事了 当然这才进行到了一半 小松说想要感受一下 果然当大叔的手放在他肩膀上后 他就感受到了异常的舒爽 这让小松对他的评价更高了一层 中场休息时间大叔又给他们来了一份牛排 人在放松之后吃上一份美食 那惬意的心情简直不要太爽 接下来大叔要开始理发了 他的工具是平常用的刀河叉 只见他手部动作控制得非常完美 丝毫不会影响正在吃美食的阿鲁 加上那流畅的动作简直太省了 而就在小松观察之时 阿鲁的发型已经做好了 那是相当的炸裂 看来这大叔走的还是非主流路线 阿鲁表示这样出去太丢人了 小松却是在一边说很有个性 于是阿鲁让大叔也给小松整个发型 一分钟后小松变成了节奶爷爷 在一旁嘲笑他的阿鲁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个飞机头看上去似曾相识 他们也可以搞一个新的组合了 大叔问他们想不想变得更加帅气一些 这彻底惹恼了阿鲁 在他的淫威之下 大叔马上找来两片生发海苔让他们吃下 一瞬间他们的头发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突然大门被打开了 原来是帅气的可可找了过来 他好像意识到了一股不妙的气息 在他们强烈的邀请下也坐上了那把椅子 随着秀发的飘落 帅气的可可里玩之后好像人都变呆了 阿鲁看起来还蛮精神的 此时林突然冲了进来 告诉曼萨姆所长专门给他们派发了紧急任务 接下来几人搭砖机前往 而那目的地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地方 正是那久违的蜂巢监狱 谢谢大家